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为什么心狠的人更容易赚钱 以下这七点把原因说透了 在社会上待久了 阅历一多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那就是心狠的人容易发财 当然这里所讲的狠字 不是心狠手辣的狠 也不是狠读的狠 而是指一种非常手段 主要体现为在赚钱上的 有勇有谋 果断坚决 干脆利落 这种狠不仅是有发财的野心和能力 也是只有发财的方法和效率 那么具体来说 为什么心狠的人容易发财呢 以下这七点把原因说透了 来看看吧 一心狠的人首先是对自己狠 逼出自己的优秀 一个人如果不逼自己一把 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这个逼自己一把就是对自己狠 狠狠逼出自己的优秀 身处竞争激烈的社会 想要发财之人和其之多 而真正能发财的永远是少数 这少数人一定是逼着自己不断变狠的人 因为你对自己越狠 财富之选才对你越青睐 二 心狠的人能打造出最强大脑 靠谋略发财 真正心狠的人绝不是只有一腔孤勇 一腔热血的满夫 还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高深的谋略 懂得省时夺势 权衡利弊 有勇有谋 有胆有势 靠谋略发财 让自己的发财致富之路走得轻松漂亮 三 心狠的人会很行动 因为只有行动起来才有发财的可能 你或许不知道 果断税速的行为是发财最好办法 每个人都拥有发财致富的潜能 只要能付出行动 发财永远不嫌晚 又坚持行动下去 才有成为财富赢家的可能 而且当你付出坚韧的行动后 你就会发现 赚钱或者说发财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四 心狠的人从不抱怨 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 抱怨不能帮你发财 只会让日子越过越穷 想要赚钱 想要发财 那么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 遭遇多大的挫折和困难 身陷怎样的逆境 就都不要抱怨 而是要默默接受和承担 许之 成功者都是在痛苦中心力而为的 能发财致富的人也同样如此 五 世界如此复杂 心狠的人 甚至内心强大对发财的重要性 真正心狠的人 外表看上去不一定有多狠 甚至会给人很黏的感觉 但内心一定是强大无比的 他们不会轻易让自己被外界所影响 能够抵抗外界的诱惑 他们心无旁骛 一心只想发财 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足以阻碍他 假如在复杂的世界中 能历练出一股强大的内心力量 就不会有任何人 任何事能阻挡你发财致富 六 心狠的人 具有很强的魅力 敢于靠冒险发财 荣华富贵险中求 一个人想要发财 需要把握发财的机会 而这种发财机会 往往是伴随着风险的 心软的人因为害怕风险 害怕失去 所以选择了退让 这就让他们与发财的机会失之交臂 而心狠的人恰恰相反 他们具有很强的魅力 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 这种冒险精神 能够引导他们在关键时刻 捉住发财的机会 七 心狠的人 在竞争上往往都非常狠 不会让心诚手软害了自己 一个人要想发财 在绝大部分时候 都必须靠竞争出来实现 既然是竞争 就必须有胜有负 就必须要将对手击败 不能以为心诚手软 否则就是害了自己 就会被对手踢出局 就会错失发财的种种大好时机 想要发财的人请记住 在与竞争对手交手时 谁心更狠一点 谁获胜的可能性就大一点 相反 谁的心如果不够狠 谁被踢出局的可能性就更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